中共駐美國大使館 簽表示要將中共的信件當作廢物調入自治 蓬佩奧目前擔任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芯的諮詢委員會主席 而他的中國策略規劃首席顧問余茂春就擔任中芯主任 自從9月13日以來 蓬佩奧本人推出揭露中共統治的系列影片 引發華人廣泛關注和訂閱 目前已經推出了兩集 第一集的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不代表中國人民》 第二集的主題是《中國對美國種族問題的謊話》 這兩集影片的長度都是在3分鐘左右 但是就簡而清 尤其是中共不等於中國 極大刺痛了中共 在被披露的中共大使館信件中 他們說蓬佩奧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指責 信中使用大量篇幅複製中共的宣傳聚述 包括共產黨領導中國人取得了所謂的巨大成就 信中甚至還假借所謂的外國民調為中國投資抹粉 說九成中國人對共產黨和中共政府感到滿意 洛特信研究所也力挺蓬佩奧 在官方推特帳號 引用該研究所總裁兼行政總裁 約翰·活達斯所講的說話 滅絕人性的中共是中國人民的施壓者 以及是全球自由人民的敵人 中國人民知道這一點 美國人民也知道這一點 正如一位智者曾經說過 事實是改變不了的 在哈德遜沒有人被這一點嚇倒 蓬佩奧披露中共大使館施壓信件的推特下面 也贏得眾多的網民支持 有網民留言 中共大使館的信證明蓬佩奧做得對 中國不是人民共和國 而是黨國 還有網民說 那麼蓬佩奧到底說了什麼內容 督中中共的神經呢? 在第一集的影片裡 蓬佩奧說 中共說的最大的謊話 是他自稱代表中國 代表中華文明 而且我認為中共知道這是謊話 如果北京認為它真的代表了中國人民 它就不會花費給國防開支還要多的錢 來鎮壓和監控中國人民 它還說中共其實是一件來老貨 而且致力於一個和中國人民為敵的意識形態 蓬佩奧表示 無論是歷史或是它和中共領導人之間的互動 中共真正關心的 是如何保持對中國人民的控制 它說 如果中共真的代表中國人民 中共明天就應該舉行自由公正的選舉 但是它不會這麼做 因為所謂的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以自己的人民為敵 而在第二集的影片裡 蓬佩奧就指出 很多中國人希望到美國參觀 學習和移民 世界上排隊等美國簽證 最長條龍 就是在我們駐中國的領事館 他表示美國反對中共在新疆、西藏、內蒙古 和其他地方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並為那裡的中國人發聲 蓬佩奧在影片裡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 歷史上最反華的勢力是中國共產黨 它是建立了在一個已經滅殺了幾千萬中國人 已經破產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上 他還發動了一場摧毀了幾千年中華文化的文革 他不會承認這些犯罪事實 而對這些事實只是輕描淡寫 澳洲悉尼科技大學 馮崇義教授10月5日向本臺表示 蓬佩奧和他的助手如茂春 之前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的時候 就明確將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區分開 這是很有戰略眼光的 因為中共這麼多年用民族主義 將中國人綁在他的戰車 給中國人特別是小粉紅做黨的炮灰 現在蓬佩奧他們這種方式是一種新的戰略 說的也是事實 美國從來沒有與中國人民作對 它要交手的只不過是中共政權 馮崇義說 當年六四學運的時候 美國政府的立場很鮮明 是與中國學生共同對付中共政權 後來他們看到中國的市場利益 放棄了原來的立場 搞了三、四十年的修正政策 一直到現在 才重新回到原來應該的立場上 他說 如果這種戰略持續發展下去 就可以將依附中國人民的中共政權 全部割裂開來 讓中國民族的力量受到鼓募 所以中共政權 當然對這樣的動作感到恐慌 中共駐美大使館在 在志澤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的信件裡面 還聲稱 在中共領導下 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 和長期社會穩定的所謂奇跡 令8億多人 擺脫貧困等等 馮崇義向本台表示 中共這種語言藝術 或者是歷史技術 本身是一個離天謊 中共說幫助中國人脫貧 其實是顛倒黑白 中共掩飾兩個問題 一個是中國的全民貧困 是中共做出來的 因為它拒絕中國原本在民國時期的資本主義 也拒絕憲政回歸 搞一黨專政 搞所謂的社會改造 嚴重摧殘生產力 所以造成中國的全民貧困 而中共還掩飾另一個問題 在文革期間 它的統治政權內鬥傷害非常大 經濟也在崩潰邊緣 所以它迫在那段時間 收縮它的統治 讓中國人自謀生怒 譬如說解放人民公社 搞家庭責任制 中國人利用這些機會 幫自己脫貧 創造財富 整個過程 不是共產黨領導的 是它養出這樣的空間 讓中國人自己去起家 自己去改變貧窮的命運 馮崇義說 在中國人自負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是華僑和香港人 台灣人 帶資金帶技術進來 後來是日本 美國 歐洲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將資本 技術 管理模式 都帶進來 這兩種力量 幫中國人脫貧 和共產黨領導無關 臺灣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賀 10月5日向本臺表示 由蓬佩奧推出系列抗共的影片 就可以提出美國社會 今年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他說 面對中共在美國各方面的干預 大家一方面提高警覺 一方面 逐漸感同中共說不 對市場的考慮也正在改變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開端 美國空軍受訓軍官 情報專家Jimmy Chin 10月3日在美國防禦器 國際安全網站 防禦1日發表題為 我們的競爭者 是中國 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文章 文章強調了正確區別 中國和中共的重要性 Jimmy曾經在中東 非洲和印度 太平洋地區從事情報 監視和偵察任務 並且在台灣和北京都生活過 Jimmy在文章說 很多時候 我們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混為一談 犧牲我們自己的 的戰略目標為代價 來加強專制政權 字明說 中共長期以來 就一直致力於消除國家 和政黨之間的這種區別 現任領導人習近平 甚至比他的前任 更努力地令中國人民 不要將自己看作是中國古老的文明成員 而是看作是中共機器的齒輪 正如BBC珠上海記者所解釋 共產黨的戰略是試圖將黨和政府機器 以及對中國國家的概念 運為一談 他還說 正確使用詞語來區分中共政權 和中國人民 以及他們古老的文明 是減慢習近平 向他的目標賣進的一種方式 Jimmy說 在中國14億人口當中 只有9500萬 即6.7%是中共黨員 中國人民具有獨立思考和行動的悠久歷史 和中共集權完全不同 針對華裔美國人 和一般亞裔美國人的暴力 長期存在於美國社會 正在再次上升 因為很多人錯誤將COVID-19的爆發 歸咎於亞裔美國人 COVID-19最初在中國武漢爆發 但由於中共在開始階段 對外隱瞞疫情情況 導致病毒在2020年初 傳向全球 並在全球造成大量人死亡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曾在2014年4月指責說 中共政府在COVID-19爆發初期 沒有做該做的事 沒有告訴全球衛生專家知 有關病毒的情況 沒有及時被專家進入中國調查 沒有及時分享資訊 這樣導致病毒加速失控